其实这一次的就是国中正事件 整体事件现在还是持续在延绍当中 那因为在我们的法规 也跟媒体讨论这件事情有很多的规范 所以你会发现 大家不太讨论这件事情 但不代表着这件事情其实已经过去了 那你会发现 我觉得这一次的事件发生之后 各党的候选人我觉得还蛮自制的 起码没有拿这件事情来进行政治上攻防 毕竟是一个年轻的生命的离开 大家要检讨的是后续怎么样避免 这件事情在发生 可是我觉得比较有难以理解的是 这个赵少康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竟然就直接说 哎呀如果市长在的话 也许这件事就不会发生了 这个话好像连冠婷 我记得有一次你第一个时间 在这里的时候 你还说你不愿意从这个角度去讲 因为整件事情事实上是让人家觉得遗憾的 那也不能说如果是侯市长在的话 这个悲剧一定能避免 结果是他讲 对我觉得今天好 我觉得有趣的是现在竟然是他讲 但是他讲的下一个点是说 那还不是被你们民进党逼的 最后干民进党 对就是最后干民进党 就有点让人家觉得 他们不想去看拖出兵的那种感觉 反正到最后的所有事情的结论 就是全部都是民进党逼的 那我是觉得赵少康他讲的这样的话 以他的副手的一个情况来讲 他等于是带人带头去质疑 他自己的一个总统的一个候选人 当然以副手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当然是不合格的 那但是又因为他又是赵少康 对不对我们都好像已经有点越来越习惯 这个赵少康一天到晚在背赤 或者是冲康 他的自己的总统候选人 我觉得连靖妍应该在这部分 他应该也某种的深感 同意因为他刚刚举的那一个开车的剧本里面 他讲的其实比我还犀利的 我现在有点在怀疑靖妍是不是某一种 你这边其实已经被踢出国民党的家门了 你只能没有对外公布而已 那不管怎么样 其实赵少康的这个质疑点 我觉得你说他没有道理吗 也不会因为其实越来越也会有很多人 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说为什么在我们需要你的时候 你都不在 那你说人家学生会问他说 那你是不是要辞新北市长 我觉得他都已经拖了这么久的时间到现在 我跟你讲 现在已经不是他辞不辞新北市长的情况而已 现在是整个竞选总部 就在新北市政府啊 刚刚那个冠庭不是已经讲了很多了吗 刚刚其实因为从本来在这里 就给大家看一下 他就是说那个分局长就说 那个炼要点是防止被破坏啊 这实在是非常荒谬 因为就我所知 就是你们有一些人在选举的时候 就比如说像上一次 郑昊在选举的时候 他一挂出来而已 还不到一天的时间 马上被人家检举说 那一栋什么 也是因为什么违禁还怎么样 不可以挂 所以你知道吗 新北市民或者是说新北市政府 长期以来都帮他们的党 或者是帮他们的市政府的竞争对手 在进行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监督 或者是说你可以说守望相处 守望相处就是说 不是我骑的 不是我党的人都不要在那边插旗 所以这个意味其实很大 第二个是说 那个现在因为新北市这边有被插水表 哇遍地开花 这个是连台南 台南这边有候选人直接就包租豪 拥有103间的套房 从学生身上狠捞2000万 但后面还有续集来不及 续集就是说 然后自己又跑去 去买地皮 然后想要炒地皮 然后这个部分在台南 所以包括林俊县就开栓 就说怎么样 现在在你新北市 整个新北市都是 侯信办的一个竞权总部 所以呢 那你不让我们在新北市自由的指引你 那只好遍地开花 开始各个县市都来锁定这个议题 我跟你讲 其实锁定这个议题是有效的 因为锁定这个议题下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不能讲那两个字 但是你会发现 他的那个猴的这个部分 好像有因此而受到一些影响跟冲击 然后另外一个情况是 竟然谢佩芬的 你这被挖 我觉得而且是 这猴赖富的整个 他们的眼睛被挖掉 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就回到 因为有一些人老是诉诸仇恨 诉诸仇恨的一种力量 诉诸仇恨的力量 你就会发现这样的暴力之气 不断的是在这个社会上的 不断的一个进行当中 回到最后的竞选 只剩下九天的时间 你到底是要选出什么样的领导人 把我们带向什么样的道路 是民主的道路 还是逆向而行 还是说要去用一个什么样的氛围 在我们的这样现在台湾的社会里面 继续去蔓延 我觉得其实这是 2024年选民要做出一个决定